当时梅西就在坐在这个上面 哪有大力神被跟他的队友们一起狂欢 就一球之差就从这台车变成了这台车 当时夺冠军之后他们的巡游车全队都在上面 反正当时巡游的时候他们球员就骑在这上面 我在看正脸 世界杯2022卡特尔 这个车已经被封起来了 那我本来还能上去坐坐的 随着阿根琴的夺冠世界被落下帷幕 虽然我们没法登上这台车去感受梅西当时的视角 不过我们可以乘坐多哈巴斯 用梅西的视角游览卡特尔带大家体验一下 一辆黄颜色的海格双层巴士 价格是50美金一天 运营时间是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半 上车时会发一个耳机可以连接讲解器 讲解器可以选择语言 但是没有中文 每到一站都会自动讲解 冰箱里有提供水 车的二层分两个区域 室内和室外 我就直接坐在了室内第一排 多哈巴斯是每45分钟一班 可以在站点随上随下一天有效 沿线经过多哈的所有景点 包括国家博物馆 瓦齐夫集市 卡特尔文化村 珍珠岛 大清真寺等等 所有景点乘车一圈绕下来接近5个小时 下车游览的话 全天时间至少可以逛3个景点 如果想了解卡特尔文化 可以在国家博物馆下车 这里可以了解卡特尔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时间好的时候还能赶上表演 旺海的平台可以远眺九七四体育场 如果想更好的感受卡特尔的历史和文化 可以在文化村下车 这边的海滩有个特色集市 这里有很多当地的手工艺品和特产 而且海滩上有很多表演来还原卡特尔的历史 在这里你还可以经过国企大道 想看卡特尔老城的模样 可以在瓦齐夫下车 这里不仅有当地美食 还可以骑骆驼和笋合影 除此之外 沿线还有很多其他风景 像九七四体育场 邮轮酒店 市中心等等 如果想亲身感受 那就来乘坐多哈巴斯 海滩的双层巴士 虽然卡特尔世界杯已经落幕 但海滩在卡特尔的故事未完待续 海滩的六千台大巴 将继续投入卡特尔当地的 绿色公共交通运营 共同建设美丽家园 绿色公共交通运营 绿色公共交通运营 海滩的绿色公共交通运营